我们在临床中会经常见到 有的病人拿着自己的心电图 非常紧张地过来问我们 为什么我的心率是动性心率 我到底心脏出现什么问题了 或者有的病人会告诉我们说 我有心脏病 因为我的心率是动性心率 其实动性心率是正常的心率 就是说正常的心率才是动性心率 因为人体心脏的跳动是由痘房结发出的 然后它经过了心脏的传导 所以它发出了一个正常顺序的心脏的跳动 一般动性心率正常的是60到100次之间 如果小于60次了 我们叫动性心度过缓 大于100次了 我们叫动性心度过速 如果出现了一个非斗性的心率 那么可能会是心房的牵颤 或者是一个时尚性的心动过速 或者死性的藻伯 防性的藻伯 这些都是属于非斗性心率的 就是说正常人都是斗性心率 如果出现了非斗性心率 那么可能是由于其他比如说冠心病 或者是其他的心肌病导致的一个心率失常了 比如说各种藻伯 死性藻伯 防性藻伯 防性的心动过速等等 以及防产 它都是属于非斗性心率 那么就是说 如果你出现了斗性心率 就是正常的 非斗性心率 那么就代表着有心率失常了 就需要咨询相关的医生 可能出现 心脏可能有问题了